透視疫情接送密碼 透視疫情接送密碼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中掃掘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掘是 64掘中的第54掘 幾個掘 掘名是在做過面 這是一支特貴小路嫁落 但是什麼不符合在於 立法的掌控來表達不可以供求 要研修正德的道理 所以問中有誰 貴人家的 貴這個藝本身就是有入主出席的含意 貝這個藝就是小路 所以貴貝這兩個藝代表小路出席的意思 在傳統的觀念裡面 入主最重要的就是嫁出去 無論如何紅色的嫁就是藝 最后的貴賞和藝客 四川傳說 禁必有所歸 戊塑之已歸 我們在開水漸過的時候 公路主在出席之前 主要照理所去做 才可以順利 基盤分類 共調的其實就是準備 一步一步一步來的過程 一步一步來的過程 最重要的事情 應該要做的都準備 都做得完 當然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在家裡 當時出席的路主 最後還是要離開 離開這個街 所以 尖閣的後面 這就是貴賣 貴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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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座代表中南和行動 經過過程的現時 是少路要到中南 而且也是少路主動去追求中南的情形 雖然這樣愛情 像我們刺激結證和地面 但是在行事比較 跟古板的古代時代 所以是風險不正 真有挑戰性的一件事 在疫情裡面 是跟南路婚婆的過程 應該要是南下路上 這樣才可以 互合結婚的內容 但是在過妹的過程 是南上路下的情形 雖然這樣的過程 也是代表南路時間 可以順利來結合 很簡單就可以做 但是在未來婚姻的發展頂 兩個人可以別條街頭 長長久久就不一定了 在展覽的時候 說南路上方想要順利來婚姻 就一定要經過 立菜、問名、立結、立精、清理、清淨、清淨 一六類 而且一個內所都不太行 因為這一步一步前一個過程 有符合類似的規範 所以路主可以順利來出嫁 結成優利 雖然南路交往 互相欣賞是正常的 不過 在過妹的過程裡面 路主一看著自己心意的對象 沒有過一切 就想要我可以嫁給他 並沒有遵守立法制度 所以才會兇險不離 君主透過這樣過程 明白感情用心 可怒不夠糾纏 會為自己壓力麻煩 或是因為路主中心要出嫁 太過沖沖無理你 所以過妹歌 其實是這支結中代表的歌 對伯德這支歌的人來說 需要特別注意感情用心的問題 不管是感情方面 或是投資合國的部分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都不錯 但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會因為不照正規的天上來 做成這大關的 很難再維持下去 甚至有可能會因為一向正願 不經過的科路 就衝動來行使 三情嚴重的求婚 剛才我們有說過 過妹歌是一支在說路主出嫁的歌 團門這支歌由來是上昂第一 將女子嫁出去 嫁出去和親的故事 第一是上昂的老爸 她在她的旗艦 雖然上昂的名聲也是真強性 但是她的國家已經有衰退的旗上了 在這個時候 生酒的生日 所以有越來越厲害的現象 為了要補傳上條 第一 這次的決定 要將她的女兒 叫做自文王 希望可以利用和親 來挑戰兩國的高政 若是以這個故事來說 這段婚姻有政治上的科路 她的婚姻為了兩國的領域 不是因為兩人 負上意外才會作為 雖然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她可以順利來結婚 但是這段婚姻 也會存在不少的問題 和親只能測試穩定局勢 不可能獲出以後 就不會再有戰爭了 這是一個環兵制規 不是一個長久的合計位 也有可能會引出責任 更大的手段 過面我的歌詞是說 爭胸有優力 歌詞裡面會正前 跟我們剛才說的和親 有佛胸佛影 表示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不適合前進 才是有優勢的大動作 容易有嚮嚇 過面歌的握歌 對歌有灰順的陷阱 上歌進歌有變動的意思 過面歌說的就是 少路出家的狀況 結婚是人生的來自 本來就應該要花很多時間 跟心思去準備 在這個時候 不應該要去想白昂的事情 應該要成長 感情的事情 處理好得對 所以我主才會說 出情真真是不利的 經過突然的說明 知道過面我想要突然的 其實是天地之間 陰影到那麼大動作 如果陰影 利用去無法交流 就不可以援手交代 天地萬物就不再形成了 古早時代路主出家後 就要付出傳宗接待的大任務 所以過面歌 也是在形容 生命的黨不斷援手的情形 不過在過面歌裡面 六三陰影後坐在九二陰影的頂端 六五陰影後坐在九四陰影的頂端 陰影子氣的地位 過過擁港志氣 表示陰影 坐在不適合他們的位置 優順的人 比工業的人的地位更加快 就會影響到未來的發展 如果沒有照整個機來 中東興宿的月 不但賺到好處 要引出壓力災難 總結來說 過面歌 第一次過面 有路主出家的意思 代表笑路感情用事 不經過政黨的聽術 就主動跟中南來求愛 在違反到達的總共之下前進 只會藏著在野 不均衡的利益 這是一支代表 面子不正 面子不順 修正威慕 心中有出的效果 大家學習 做人出事可安心 身體健康心安靈 導致救災必得利 做學學習 家庭幸福英國心 休息路上可建成 三中刷歌 節目後期帳號 四季二七四七八十 好名是方法改基金會 歡迎回來三中刷歌 今天要介紹的歌 是磊座過面 整個歌 這支歌主要是在說 凡事不能拯救 要順受政黨 跟整個技的道理 政黨是 戚牙無人佛拿出來 一種它相信 外中的受影方法 分別是政見 政事委 政議 政業 政明 政政 政念 和政定 這八中 這八中的原因 就請求是 勞推同一種 除了可以引得 我們一步一步 敗脱無面的煩惱 也可以提醒 我們要如何 過清靜 歸入的生活 不過 雖然收貴氣很重要 但是在不一樣的時間 跟環境裡面 也要有 要有適當的條件 如果沒有故意 這麼建立的軌跡 就會變成 白牙白手的犯罪了 和大家來分享一個故事 很久以前 有一隻仔 住在美麗 若熟大牛中 附近的草仔 管有多少 用得到他們的時 方便運動 而且大牛裡面的 魚仔和蝦仔也很多 他都不用擔心 會搖擺 這隻仔對自己很嚴格 他每一天的行程 都有經過幾月和幾月 他的生活中 像我們國中的規制 譬如說 會知道五點就要起床 六點要吃早餐 他請早餐 只能吃七分飽 吃飽之後 他要休閒半小時 甚至就連跟朋友做會算 他也控制自己 可以取得的時間 一分鐘就不可以坐 也不可以坐 雖然他的貴旗坐 但是他不會去控制別人 大家知道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所以也都不在意 後來 這仔就有一個碗盒 叫做貴旗仔 有一天貴旗仔在桌邊 在找東西吃 因為最近這些可以找到 的事物變成了 所以他必須要有到各樣的地方 這些可以找到 但是這樣做 有個違反 他安全規定的第三條 不可以去找他們的環境 去找東西 貴旗仔嚴格遵守這個安全規定 但是因為這樣 他已經連算 幾六天都沒吃飽了 後來就在他食肆的環境 有來有去 他一直有去做相愛的旁 貴旗仔在心肝裡 帶給自己 只要我不要超過這個環境 就不算違反規定了 不過 貴旗仔就連 在那些事物來這裡 都要按照一定的貴旗 貴旗仔說 第一步 要先確定 倒兵 才是正兵 都是安全的 沒有危險的 第二步 輸一口氣 第三步 米是米水中 第四步 找到目標以後 就要用最快速度加掉的 第五步 付出水面 第六步 有到黑米才能開始吃 幾期 將他的幾期先確定過一遍 感覺都沒有問題了 按部手班 照他的幾期進行 就在他抓到一隻小孩 額頭撲出水面的時候 就聽到他的朋友在看 整個月 近日有哭旗 整個月 走一條 靠中的小孩 不小心 去掉下去了 他只是亂了分寸 不知道現在 買入口是好 哭旗 離他越來越近了 但是整個月 他在玩他的整個月 好感到 在那個口氣 開水準備 買中 整個月吃掉的時候 一個老人出現了 用青春那隻口氣跟大師 很不容易 他這裡倒過一夾 整個月 油到黑米以後 他就開始反省自己 他總算是明明 整個月雖然重要 但是也要有適當的大師 不可以太過拒絕 一金搖掛論命裡 掌中屈指之玄機 一搖一掛問世裡 學得一金行萬里 忽如八萬四千的發問 來對抵抵中生的煩惱 就好清楚一支掛 可以非常多的民用 來解釋中生的問題 在解釋 休天北瓜的掛上進行 先來了解 天干 第一 以及五行 這是很重要的基礎 所以我們用 渡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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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 木、水、火、土 宇宙萬物都是由這五種基本物質的運行和變化所構成 五行相生 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五行相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六行深刻圖 一掛有六搖 分排六卿 六卿分別為 我、父母、兄弟、七才、官鬼、子孫 具體分辨方法 生我者父母 我生者子孫 克我者官鬼 我克者七才 彼合者兄弟 我的五行屬性即為主卦、卦工的五行屬性 總體相生相克順序為 父母生兄弟 兄弟生子孫 子孫生七才 七才生官鬼 官鬼生父母 父母克子孫 兄弟克七才 子孫克官鬼 七才克父母 官鬼克兄弟 傳來來 我們為幾個大家比較強的等到的問題來解釋 拔到雷澤過妹這幾個月的結果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首先是豆豬救災的部分 問豆豬救災用心都要看青菜 整個月的洗澡坐白癡 白癡 白癡主操心和操勞 表示你的賺錢賺得更辛苦 雖然你已經很認真在打招 但是你勃心得到的財力是沒有多 因為這幾個月有無尊重規矩的意思 加上這段時間你的財務不是很理想 所以你千萬不能因為想賺到錢 就無限去做違法的事情 這樣做你的政家你的生存 建議你也要拆除保守的導致方式 政代好事宜比較實際 接下來是過妹看在婚姻感情方面的問題解釋 我們先來看男性的部分 男性問婚姻感情用心看青菜 過妹看會洗澡坐白癡 如果還沒結婚的男性 搬到這幾個月 雖然你最近有機會 食材調查不錯的路程 但是因為用心的水材 會去洗澡的白癡 所以對方秉毛義援 要跟你有進一步的發展 你不要有太大的期待 請問有人說 讓他願意怕一本人的理由 就是因為他在對的時間 遇到對的人 結婚是一世人的事 也代表民生的一個心態大 有可能 目前你的生活比出現 讓你心痛 許之是讓你下定決心 要進入家庭的路程 但是感情的事 也就是要順其自願 沒有辦法強求 尤其是結婚這件事 因為這不只是兩個人的事 其中需要克戀的事 實在是太多 一定要心中才認識 對已經結婚的男性來說 經過過程的現實 你們兩個的感情 中間已經發生變化了 而且你平常時下 對你的太太 有縮鬱 沒有關心的情形 因為掛中有兩個代表 男性的掛戀 這就表示你的太太 有分化前的紀律 儘管 建議你要好好地 觀察和處理 再來是流行的部分 流行問婚姻感情 用心看掛戀 整個掛會洗後坐白毛 如果是還沒結婚的流行 沒了這支掛 掛戀兩現 代表最近你的生活比 不只出現一個理想和對象 雖然你對他們都有好感 但是千萬要注意 絕對不可以有 較大兩條準的心態 如果是已經結婚的流行 沒了過的過程 代表你的身世對你是不錯 你們負責的相處 也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你自己要特別注意 有心向我的狀況 千萬不能因為一時 你會刺激和欠情 就跟別的男性來曖昧 發生分化前 不只對你自己不好 也會相愛到愛你的家裡的人 家庭生活本來就沒有 你最重要的浪漫和甜蜜 負責之間有快樂 沒有求婚 所以 希望用你 看環境的環境 來對待 你保護這個家庭 不管生活 還是負責的感情 都需要好好的經營 希望你必須 認識這段難得的縁分 如果是身體健康的部門 一般看過貴 他也要看資訊 整個看的生後 坐牠毛 代表 操勞到身後的牠毛 會有刺激 表示你要小心 疲勞所引起的一般 尤其是過重方面的問題 你要特別注意 建議你平常時要 要花一些時間來休息 讓你的心情和身體 都來放肩膳 這樣你的健康總共 才會慢慢轉好 人的體力 是一個循環的系統 你必須 要在那個工作和那個均衡 保持一定的平衡 接著讓疲勞和壓力 變成是讓你生病的鄉酒 我總是人體非常重要的器官 有人也說過 用我就是在用而已 自己的健康要自己照顧 千萬不能因為麻煩 就束縛自己的身體 再來是 學業和科技方面的問題解除 用心看伯母 整個月光會洗澡坐伯母 代表文書的伯母 指示 表示你這段時間的科技表現是不錯 在這裡科文也很好 可以順利和考慮你最好的性格 有人因為科技的性格 就是運氣和加上實力 到底是運氣比較重要 還是實力比較重要呢 這很難說得很清楚 其實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 學議員在說 三分天主堂 七分可怕命 運氣是成功的人欠那個工法 同樣也是 失敗的人 選給自己的照顧 人的名顏 是將會在自己的手裡 如果你在科技進行 都有認真準備 在這裡要盡量 劈勉去做 會影響到你科技的事情 如果這樣 只要你的心態保持穩定 就可以發揮你的實力 在到理想的結果了 問工作的部分 用心要看科技 唯明科技的性格有做白毛 用心的科技 會生性格的白毛 表示只要你繼續認真 腳踏實地 辛苦來奮鬥 公司就會看到你的好表現 未來一定會讓你 真好的生產的機會 最後是這支科技 在科技方面的解釋 科技用心要看科技 唯明科技的性格有做白毛 照副情的政策來看 你跟對方兩邊的實力 都差不多 所以在第一期間來 這個科技強行也不會結束 以上就是 雷澤過密這支科技問題解釋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進入越境的世界 了解科技運用 將會自己的名運 讓你享受幸福健康的年輕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會再見 各位好歡迎收看 易雕之美介紹來賓阿華師傅 各位家人好 看我們螢幕前面就知道 今天我們要來欣賞的這個是 聚寶盆對不對 對聚寶盆 可是師傅你看 這個聚寶盆遠遠看起來 好像是瓷器的 但它是嗎 不是不是不是 你有錯誤了 真的嗎 你看我這樣子 我剛剛一開始看 我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加了一個瓷器的聚寶盆在裡面 這是我們台灣的工藝師之美 工藝師傅的傑作 對 因為在我們台灣 其實這個產品 它的時間不長 你是說聚寶盆這個項目嗎 對 這個項目時間不是很長 不是很長 因為在我們台灣 台灣在921的地震 是屬於台灣的一個比較 重大的災難 重大的一個天然災難 我們的國殤 對 那個時候 我們台灣有很多人收藏 陶瓷的 像類似這種的陶瓷的一個寶貝 洞砸一個比較寶貴 洞砸十來萬 洞砸百來萬 百來萬都有 對 那時候這個東西 就被地震 老天爺給買走了 對啊 那買走以後 有些收藏家 他覺得很可惜 是 他就把這個圖片 拿去拜託 我們的工藝師 看他可不可以幫我 複製 用木材複製這個造型出來 複製一個一模一樣 類似 類似的 一模的一個這種造型出來 所以聚寶盆 是這樣子來的 對 台灣的這個聚寶盆 從那個時候 才慢慢的興盛出來的 對 興盛出來 興盛出來過 慢慢的把它衍生 到後面的一些 很多的工藝的 類似圓形的工藝的產品出來 所以聚寶盆 它除了圓形之外 它也有別的形狀嗎 有 非常多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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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要複製的 除了就是它的形狀 還有它的像外表的這個光滑度 光滑度 還有有些是這樣的紋路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味道 一般在我們台灣的聚寶盆的座 可能都會以台灣的檜木 檜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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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種木材居多 比較常見 對 比較常見 像我們這個 這一個是屬於台灣的檜木 學名叫扁鵝 我站在這裡就聞得到味道了 你看蓋子一打開 非常的香 非常的香 這個好像都 不管經歷多久 這個味道都還是一樣的濃厚 其實這個木材 它的味道 可以保持這二十年三十年 都還是一個不變 都不變 對 都不變 另外這個呢 這是不一樣的噪音 這是以它的天然的 這是後來 後來再演進了是不是 沒有 這也是 類似那個時候開始的 那這個它是以自然的美感 把它顯示出來 當然這個味道就不一樣囉 來 你聞聞它 你看 它沒有它那麼嗆 它比較溫和 它比較溫和 這個是屬於什麼樣的 它是台灣的紅塊 台灣的紅塊 對 紅塊 我們屬稱的美妮器 好棒 對 你剛剛說的 它是屬於比較天然的 天然的 天然的自然美 對 其實它就是完全天然的 就包括像它這些 都是天然的 對 這是天然的 很漂亮 對 比如說我們很多東西 不時是要思全思美 其實像這呢 它有天然天然的 不同的美感 對 有的人喜歡這種 比較圓滑圓滾 圓滾 完美的 有人喜歡這種天然的衣品 天然的美感 對 而且你看 放在這邊它還可以 你今天想看哪一面 你就可以轉到哪一面 對 每個面都有不同的美感 對 各自喜歡的人 就看各自喜歡的包面 不一樣的 是 我們今天介紹了兩種不同形式的 聚寶盆的設計 下次我們再來介紹別的作品 感謝你的收看 好 謝謝 待會兒 待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